出席海外僑胞造勢活動 前總統馬英九再次口誤 即使與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也是同場不同臺 就連十二號的侯康佩選前之夜 馬英九也將不會出席 面對喊話馬英九始終不願意多說 哪怕說不出席選前之夜 是因為沒有受邀 但會不會是因為馬英九接受外媒訪問 講的這幾句話 幾句話聽得出來 侯友宜急切割 但為了侯康能當選馬英九首次自費 在平面媒體刊登廣告 呼籲集中選票支持侯康佩 卻換來 整個選前之夜的規劃 我尊重黨中央以及競選總部的規劃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也是被邀的 可能想請要問主辦單位 國民黨則表示 為了避免民進黨利用機會 詆毀馬英九因此才沒有邀請 但馬英九相信習近平的說法 恐怕已經為原本就詭證的選情 投下難以預測的變數 華視新聞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